观众朋友我们首先就来看看复仇者联盟 这个大家赶快来看看当时的这张照片 你是不是还记得呢 这个是在2015年的1月8号那天拍下来的这一张照片 当时是这场行政院院会 也就是在民进党那时候选得好像意气风发 后来看到花妈在那里带头 带着谁呢 有带着旁边台南市长的赖清德 台中市长的林佳龙 还有这一位桃园市长郑文灿 你看这四位民进党的地方首长 他们一起走出来 然后呢看起来好像真的风风光光 因为当时呢是国民党在中央执政 但是呢地方有这四位民进党的首长 意气风发的当时组成了所谓复仇者联盟 可是风水轮流转如今不一样了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这是在今天拍到的几张照片 通通大集合 好啦这个五党籍的是台北市长 柯文哲嘛 但是大家在看高雄市长韩国瑜 新冠上任了 今天马不停蹄从昨天赶快就北上搭了高铁上来 就是怕迟到今天参加行政院院会 这是在进去行政院之前 被媒体拍到的这一张照片 那么她呢是笑脸迎人 那这一位呢是燕子台中市长卢秀燕 也非常亲切的跟大家打了个招呼 那另外呢 哇还有这一位 这个桃园市长郑文灿 不要怀疑真的是她啦 可能跟2015年1月8号那张照片 是不是有差啦 有差 因为感觉可能是跑她很多 吃的比较多 喝的比较多 蛮辛苦的啦 结果这个西装 感觉好像比较紧了一点 所以这个是今天拍到的一个侧面的照片 不过你看当时有她 现在还是有她 但是呢民进党还有一位陪着她啦 这个是谁 台南市长黄韦哲 好另外呢 所以我们就说 还好还有韦哲陪着我们设计这个对白 因为回想四年前真的是不一样啦 好另外这一位就是侯友宜 在今天她也风尘扑扑 赶快进去开行政院院会 好看到这边呢 当然我们就要赶快来了解一下了 这个现在这个四年前跟四年后 完全不一样 复仇者联盟 看起来是换人也换党做了 来韩斌 是 其实风水轮六转嘛 民意如流水 所以你看短短三年多而已 还不到四年 整个转换就这么大 其实就代表 其实台湾现在的脚步越来越快 而且人民越来越不耐烦 你只要做的 让我觉得不满意 我随时就把你换掉了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民意代表 然后地方首长 其实都要去警惕这个东西 因为现在就是这样一个 高节奏的一个时代 但是我必须说 其实民进党也不用太气馁 因为现在一切都在刚开始 反正民进党这次输得也满彻底的 所以你输到这么彻底之后 反正对民进党是一个转机 我觉得如果蓝军上去做不好 你就再把它换掉 其实就好了 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 只是我觉得 现在比较有趣的一点就是 现在新人新政 你说高雄换了韩国瑜 台中换了卢秀燕 新北是侯友宜 这些人上来之后 他们到底跟中央之间 能不能合作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 因为如果大家 还把选举的时候的 彼此的攻击 仇怨 还记在心里头的话 中央跟地方显然就不能合作 中央跟地方显然不能合作的话 至少未来一年多 我们又要空转 又要空转的话 台湾就是继续输下去而已 其实我觉得大家要谨记一点就是 这一次人民为什么会这么愤怒 是因为这么多年来 我们看到 台湾一直在落后当中 台湾已经停滞不前太久的时间了 你看以前我们是在韩国前面 我记得二十几年前 我们认为韩国是不如我们的国家 现在韩国已经远远超过我们了 我们台湾还不要追上去吗 还在自己在内部在恶斗 在恶搞吗 所以我觉得真的 不需要再去做这样的一个想法 可是你看今天出来的时候很巧妙 出来第一个 听说先跑的第一个是柯文哲 然后接下来是 藍军的三个出来 然后最后才是民党出来 所以第一个这是亲书有别 我觉得第一个现象 就是柯文哲为什么单独出来 就表示白绿合作 现在基本上是机会渺茫 也就是中央跟台北市合作 大概已经破功了 然后第二个 三个国民党集的出来 代表是他们还是不够亲 所以大概就是行李如鱼 中央大概也是满口的官话 官话讲完之后 他们三个也就出来 然后出来之后 他们三个会一起连背出来 我觉得这三个限制 可能要想一想 中央如果不会全力帮你的话 你们这三个限制怎么样 大家一起合作 一起结合 至少先把自己的本顾好 你说这个北中高 新北中高 台中跟高雄 我觉得你三个自己要顾 因为国民党在地方的实力 其实也满雄厚 所以我觉得 你们要赶快自己想办法自救 中央如果没办法帮你的话 你要自己帮自己忙 民党的两个留到最后 代表什么 那两个才是他们自己人 所以要谈比较久 留在最后面 我觉得如果真的是 如果所猜测的这样的话 那表示 就是中央跟地方要合作 机会还是非常非常渺茫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 真的对台湾未来一年多 绝对不是一个好事 然后我也觉得很奇怪一点 就是记不记得选完之后 蔡英文急着要跟寇文哲见面说什么 她说大家不要想太多 我是要跟六都市长全部都要见面 结果现在见完寇文哲就没了 没消没息了 剩下五个人 那些都不算市长 就是不需要见了吗 还是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 政府不要再放这种假消息假新闻 你们每天都在骗人 这样不好 第二个我觉得蔡英文总统 你真的应该要放下身段 不是说寇文哲不跟你合作之后 剩下其他都不用谈了 你自己的人你也要见 然后蓝军的这三个你也要见 我们真的要开诚布公 大家把所有对台湾最好的一个方向 大家去讨论出一个结果出来 然后中央地方齐心合力 如果还是单纯只想着明年的选举 后年的选举 我觉得你越是这样想的人 其实输的会越惨 因为老实讲 现在我刚已经一开头就说过 民意如流水 随时变化很快 蓝军现在在势头上 谁知道六个月之后情况怎么样 搞不好整个情况就翻盘转变 大家觉得你们蓝军的人 上来不够好 所以我觉得真的都不要 单纯只为了选举想 大家应该要彼此同力合作 展现出你最好的一面 我觉得台湾人会看得见 会看得到你努力的方向 在什么地方 大家会支持你 不要存在自己个人的 私见跟偏见 我觉得这样是没有意义的 是 刚刚其实还没有几个 蛮有趣的观察角度 比方说柯文哲先出来 绿白真的是很难合作了吗 其实在之前我们看 立委补选这个阶段 我们其实就看到 就是没有办法合作 而且他跟小英那个互动那么冷 冷到一个冰点 所以就是没有办法合作 好 但是为什么绿营的地方首长 他们是最后出来 是不是中央在跟绿首长 在这边喜喜俗俗 有些话不能给那些蓝的人听到 所以就要最后出来 这点也蛮有意思的 子哲 你怎么看 我觉得是不是有中可能性 当然有 因为他们压在最后 是不是等蓝营的或柯文哲 走了以后 有些事情才好谈 建设经费才好谈 不能给他们听到 我们自己偷偷讲 不过当然这是阴谋论 第一次院会 我猜不会有什么重大的决策 因为你回顾2015年 1月8号 1月8号那张照片 事实上去六都新的首长 都到了行政院参加院会 尤其刚才坦白讲 看到这个照片令人唏嘘 对 刚才寒冰哥说什么 民意如流水 我觉得民意如什么 不是流水而已 是海啸 对 太可怕了 那个场景还历历在目 我记得当时那个照片 就是六都首长 民进党的 五都 出来站一个整排 好像那个小马哥 没有 每个人这样意气风发 当时还被批图 还被酷守 花妈还围着个围巾 对 还围着围巾 那时候天气可能更冷一点 对 花妈好像大姐头 站在中间 真的有够有派头了 当时还被酷守 然后上面还打了一排字叫做 兄弟们 以何为贵 然后怎么样 当然还有网友形容 就是说他们是什么 复仇者联盟 但我要讲的是说 我们常常以前有一句话 十年河东 十年河西 你不用十年 四年就够了 所以民意真的转得很快 就如同我们最近常常在讲 就是那个散位期真的很短 短到你没有办法想象 所以这也是警惕这些政治人物 台语说什么 不过对蓝绿都一样 甚至对柯文哲都一样 所以说就是你必须要很谨慎 然后去面对民意 当然今天这一场院会 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就是说 这一次就是说 当然国民党过去上一次 2015年的时候 事实上只剩下朱立伦一位 第一次约会他也没去 事实上还是派副市长去 这一次国民党已经有三个 三个新北侯友营 台中燕子 卢秀燕 然后加上高雄韩国瑜参加了 所以说你在看六都的政治的版图 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民进党剩两个 然后再加上柯文哲 当然大家最关注的还是韩国瑜 韩国瑜去了以后 当然要要什么 我觉得韩国瑜超务实的 他说要拼经济 要发大财 你拼经济 发大财 你要给我工具 你要给我支援 所以他去就很简单的 就三个需求 第一个需求就是什么 他告诉他在行政院会 第一点就说沟通管道要顺畅 就行政院跟高雄市政府 比如说重大的公安 疫情等等 这沟通管道要顺畅 为什么他要强调这个为第一点 因为他是国民党籍的 你不能因为这个蓝绿不同 或政党不同 所以说在这个讯息上 造成一个落差 高雄大家觉得说离台北很远 所以说是不是 在这方面的沟通管道 会不会不够顺畅 所以他第一点就提这个 第二个他就马上提什么 建设经费 包含捷运的大林浦 捷运黄线 钢山等等 要钱 第三个还是要钱补助 要需要一些重大案子 建设经费的补助 补助我觉得 我觉得他真的是 很有行销头脑 他补助还分三个等级 有红灯 有绿灯 有红 蓝 绿 三个层次 他在告诉行政院说 如果我拿一个红灯给你 这个钱一定要 这是救命钱 高雄救命钱 所以你马上要赶快给我 所以说他还自己主动 帮行政院分类 我心心想说其他 他帮他排好优先顺序 对 优先顺序 不是 我心心想说 其他的手掌怎么办 我说其他直辖市的手掌 他要不要比照办理 趕快学起来 对 我说这个可能还要建立一定的制度 不然以后下一次给有人 搞七色的灯也不一定 所以说你会发觉 就是说韩国瑜相当的务实 就是你看到他 他知道他要什么 所以他在第一次院会 他就提出了这样的诉求 很明显 很明确的 所以说没有什么回避的空间 你看他第一次 有没有谈政治议题 一个都没有 他就是谈经济 就是谈建设 要谈发展 所以说我觉得 当然看了那张照片 不甚唏嘘 不过都是警惕所有的政治人物 很快 所以就是做好你的工作 做好市民想要的东西 民意为依规 你才有办法在四年后的院会 继续出现 是 不过也满好奇的 其实像今天 这个柯P柯文哲 他在整个行政院院会上面 不发抑郁 完全就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听众 什么话也没讲 然后也没有表达任何的意见 反倒是想韩国瑜 他就提出来 我要钱 要给我钱 答应给的不要不给 不要因为我是蓝的 另外其实包括像是 盧秀燕 还有包括甚至像侯友宜 侯友宜好像有争取 要用地的部分 就是大家其实都有 在这个行政院会上面 表达他们不同的 代表的是 所需要的一些资源 这个当然我想在今天 预审委员你看 像今天我们刚刚在讲 这过去 他们是意气风发的民进党 现在换成这些 尤其是国民党 你看之前他们都已经讲说 我要帮选民 我要帮我的市民 要来争取 我要来拼经济 今天可以说就是第一次 展现这个实力的大好机会了 其实对比四年前跟四年后 这个照片来看 我的感觉是这样 四年前我们看到民进党 这四都的首长 走出来的感觉 是避逆群雄不可一世 而当时代表了民进党的气势 他们想重返执政 而且我觉得姿态非常之高 可是四年之后 你看韩国瑜 卢秀燕 跟侯友宜 他们走出来了 后面的三个人的一个照片来讲 我觉得他们的心境是比较平和 代表着国民党清楚的知道说 这样大选的选战 不是国民党的胜利 是人民的胜利 代表是人民对民进党的一个批判 所以我觉得相对的 韩国瑜也好 卢秀燕也好 或者侯友宜也好 他们今天从肢体语言 跟影像的传播这种角度来讲 我觉得他们的心态会比较平和 我觉得这对国民党比较好 对这三都的新任的首长都会比较好 第二点 我一直在韩国瑜选举之后 我们在评论高雄市的时候 我一直讲一个观念 叫做停止选举 开始治理 我今天要用这八个字来形容 就是说今天是正式行政院院会 也就是说选举已经结束了 民进党过去一直给人家批判 原因是什么 因为民进党始终误把治国当选举 他永远都只会选举 他不会治国 他永远都把选举手段 用在治国的手段当中 不管你是用所谓的促转 或者是东藏 或什么乱七八糟之类的东西 他全部都是用选举的手段 在处理正常的国家的 治理的一个业务 我觉得今天这个行政院会里面 不管是韩国瑜的发言 卢秀恩的发言 或者侯友宇的发言 我要提醒大家 国民党这三都的首长 基本上所讲的东西是公共政策 为他们自己的高雄 台中 新北 来讲话 第二个我要提醒大家 不要只注意到韩国瑜的效应 请大家注意到沉默螺旋的 侯友宇风格跟卢秀恩风格 因为这两个人的风格 完全截然不同于韩国瑜 可是这两个人 会对台湾的政治文化 跟政治导向 会带来一个新的影响 因为侯友宇的口才不是很便吉 可是侯友宇的形式的风格 非常务实而踏实 而卢秀恩 你记不记得 卢秀恩在选举之后 他抛出来 他完全他就说三手线他不做了 环式的结案他可能不做了 马上蔡英文总统说 非常可惜 马上卢秀恩就回应说 谢谢蔡总统 请你给我们钱 我三手线可以恢复可以来做 你看卢秀恩是一个非常便捷的 公共政策的思维 他不会说 因为是林嘉隆的 我就一定不要 可是你如果要给林嘉隆的 三手线 请你中央给我全部的钱 一如当时的承诺 你可不可以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 治理的风格是 代表着以他的台中市民为主 市民本位主义 人民本位主义 而不是用国民党的本位主义 来对抗民进党中央 再来我觉得比较遗憾的就是 今天我们没有看到 賴清德任何对外公开的讲话 其实我觉得今天賴清德 一定是会非常落寞的 四年前他避逆群雄 跟着陈菊一起走到行政院院会 四年之后他自己坐在 對 四年之后 他自己坐在行政院长的宝座当中 他清楚的知道 他可能是最后一次的行政院会 然后他就要离开了 他马上要卸职了 所以我觉得 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 所以其实今天很可惜就是说 我觉得賴清德应该运用 这次行政院会的机会点当中 很清楚的告诉在座蓝绿 或者是白色的柯文哲 我行政院长的角度当中 对你未来这六都当中 我行政院长基本的看法 跟基本支不支持你公共政策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 今天也失去了一个很好的 代表一个民进党 发言的一个空间 所以你看 刚刚寒冰马上官答出来 柯文哲先走出来 今天柯文哲为什么不发言 我跟你讲 我的解读 柯文哲今天整天坐在那个位置 都很爽 再爽他今天全国民调第一名 事实上他四年前 院会也没发言 我觉得他今天也很爽 因为全国的媒体都说 他要攻大会 所以他心里面想说 这台北市长 这台北市政的东西 我之前已经K过蔡英文总统 我已经在蔡柯文哲时 要求过他 我大军论问题重要帮我解决 所以我现在要攻打的东西 已经是放眼首都之外的 整个全中华民国台湾地区了 所以我觉得他今天 他当然不会发言 我倒觉得很奇怪 他参加行政约会 他都不发言的 至少上一次 他发言过 有 我问过 台北市政府的一些 我会联络的人 他当然发言 他发言是不太冗藏 可是他发言都很精准 去要求什么事情 可是他每一次 第一次都不发言 我倒觉得非常怪 但是我这样解读也不为过 因为他现在心已经不在台北 他心在全国 在总统的大位当中 我觉得这个评论是很中肯的 所以我才说 请大家要给 国民党这三都的首长一个机会 但是我的看法 不是从政治的观点 我是从一个 都市治理的观点 一个公共政策 来救高雄 来救台中 来救新北的 这个一个角度里面 大家来看这个问题 所以我另外一个 比较遗憾 我觉得黄伟泽今天 也没有去表达 他对台南市的一个论述 反而是郑文蔡给人家感觉 从他的身材里面去 大家在做题目 所以他那个胖粥鱼 胖粥鱼的那个样子 他那个形象 但是身材的胖瘦不管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今天这里面的 里面的图画的语言 肢体的语言 身体的语言 里面我们可以解读很多东西 但是我还是要讲 我觉得今天賴清德院长 没有站在院长的高度里面 发表谈话 我觉得代表他的格局还是不够的 是 不过我今天看到 那个行政院会里面 有人拍到那个照片 这个柯文哲是显得一派的轻松 他就是拖着塞 然后在那里听 这个不知道是哪一位官员发言 另外像是这个侯友宜 还有另外包括像是这个卢秀燕 甚至像是韩国瑜 其实他们三个人 都听得非常的专注 反倒是这个绿营里面 民进党就剩两位了 一位是黄伟哲 黄伟哲他是在看旁边 照片来了 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照片 来 这个是今天行政院会拍到的 大家其实可以看得到 在最旁边柯文哲 你看就是我刚刚讲的 他拖塞在那里 非常专注的在那里听谁在讲 然后这个侯友宜 也很认真嘛 对不对 也在那里很专注的 都是往同一个方向在看 所以一定是这边有人在讲话 然后他们都在往这边看 再来就是卢秀燕 卢秀燕你看 他也是非常专心的在那里听 还有韩国瑜市长 同样他坐在这边边 但是他的视线 一样也是在这边 也在认真的听 但是黄伟哲 正好被拍到的时间 在看这个地方 还是说他一直都在看这个地方 那就不知道了 但是他不是在看同一边 不知道这时候是在想些什么 但是回过头来就是 刚刚我们讲的胖周瑜 我们的桃園市长郑文燦 他在做什么呢 他眼睛好像闭起来了 不知道是不是昨天 在准备什么资料 比较累一点 这个眼皮是往下垂 所以感觉他比较辛苦一点 你看眼睛是这样子闭起来的 所以看到这样一个画面 当然我们就刚刚提到了是说 现在如果你要讲复仇者联盟的话 刚刚以吴玉生委员那样的讲法 柯文哲可能已经在想 全国的事情了 难不成他以为 他是复仇者联盟的leader吗 但是我们如果要讲 所谓复仇者联盟的话 今天是不是最像的 应该是韩国瑜 因为他现在人气最高 我来这个问题 请教一下柯智恩委员 你怎么看 当然 不过我对于今天第一次 大家六都来跟我们的行政长会面 我本来就不太抱有期望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 就说赖清德应该在1月11号的时候 就会内阁总辞 包括国民党党团中央 今天也针对未来的新格魁 我们也提出了 我们在总预算部分里面 有12大项 希望新格魁可以 重新来做一些的考量 所以赖清德不过就是在 他最后一次的行政院会当中 跟这位新科 这位六位是未来的政治明星 来做一个 一个是过去的明星 现在即将要下台 面对这个完全燃起的信心 你觉得赖清德心情会好吗 当然不会 所以我真的是比较期待 谁是新的格魁 谁能够跟这六位 这个所谓的新科的市长 有什么样的一个互动 这是我第一个必须要提出来的 我完全同意刚刚两位 我左右两边的人所提到的 民意如流水 身为一个政治人物 我面对这样的情况 其实非常的感慨 花妈现在在哪里 我们先问花妈在哪里 她那时候披着这样两个围巾 然后像大姐大的走在前面 后面都是些小弟 都是那些小弟跟在后面 可是那些不管是林嘉隆 赖清德还是郑文燦 都认为是未来会主导 整个台湾政坛中心的一个 都是要角 可是你看这四年下来 我们花妈完全已经隐身 在总统府内了 也没有看到她的一个声音 赖清德你会知道 她要黯然要下台了 唯一就是我们的胖周瑜 大家必须要去思考 这个胖周瑜 为什么今天还可以继续留在 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面 这可能我们等一下有一个 思考的一个空间 我比较好奇的就是 刚刚你的照片的一个呈现 你会发现三位蓝营的首长 显然都很卖赖清德的面子 都很专心的听 他到底在讲些什么 另外韋哲 他就永远都在看他的手机 显然他手机里面 所传讯的LINE的讯息 比赖清德还要 讲的话可能还要重要 那郑文燦 应该是吧 他永远都是在看手机 你说他永远都在看手机 他常常在看手机 我帮你解读 为什么黄韋哲 跟郑文燦都看前面 你知道 因为他一看左右凌兵 都是国民党 不是 他总有人在敌影 心在汉影 我可以解释 我看一句话 因为黄韋哲一当选之后 就把蓝清德市长 在台南市的两大政策 把他推翻了 重点是 他把他推翻了 重点是他的议长副议长 又完全完成 是除了他意料之外 没有错 所以这是为什么 他之后会被蓝清德 留下来的原因 可能有一些事情 要好好的深思来讨论 所以你可以看 每个人的表情里面 三位蓝营的市长 你会知道他们很希望 透过彼此的眼神 或是这个讯息的提供 知道他未来 可以做哪一些的事情 剩下两位就是一副 好吧 你说你的 我看我的 然后反正 可能另外一个解读 就是反正很熟 或者是说 要问不用这个时候 也或许他就要走了 我觉得还有很多机会 去看跟一个新的歌曲 总而言之 我觉得这一次的一个会面当中 对我来说意义不大 我也期望不太多 因为毕竟是面对一个 即将下台的一个 行政院长 所以下一任的新的院长 跟这几位 有什么样新的互动 特别是跟蓝营的市长 有什么样的互动 我觉得这是个观察的重点 我还是强调 如果这一次 不管是行政院长或是总统 能够好好的跟这三位市长 蓝营的三位市长 彼此之间中央地方 可以有一个新的模范的一个 互助合作的方法出现 而且说实在的 这对小英总统的民调 也绝对有很大的帮助 如果他气度大一点 愿意跟这个 即使不是他所管辖的 绿色的所谓的市长 他愿意展现出他的气度 以地方 以天下苍生为己任 人家要的建设 你可以如数 而且还能够协助 我觉得蔡英文来说 你不就是表现出 泱泱大度的风范吗 这对他来说当然是好的 所以放开 不是只有选举 真正为大家来想的话 就好好 特别是侯友宜跟韩国瑜 这两位过去跟绿营 其实伴奋 各方面其实关系都还可以 跟他们好好在一起 我觉得跟这两个合作 才是蔡英文 有机会在未来13个月当中 让他从谷底爬升的 唯一的机会 不 这个我补充一句话就好 2015年 就那一场行政院会 当时行政院长 是国民党的毛治国 大家也知道毛治国 对 当时的状况 可是他并没有因此 他就没有讲话 当时如果你去查当时的新闻 他跟这些地方的诸侯 六度市长说什么 他说中央跟地方 要建立一个什么 伙伴关系 要一起合作 要一起为台湾的建设等等 我觉得这样的宣誓就很好 即便赖清德 他现在已经即将要卸任了 可是他也可以这样的 表达一个善意 我觉得不管是对于政治的气氛 或对于 对未来地方的建设或发展 都有注意的 所以当然我还是觉得 有点可惜 没有 邁清德一句话不说 其实已经明白 告诉你中央跟地方没有关系 好 我们等一下回来继续讨论 在今天的行政院会当中 当然Show me the money 给我钱才是最重要的 今天提出了哪一些的诉求 我们待会就来谈谈 这位美国队长韩国瑜 他今天说了些什么